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一旦铁头说出头盖骨的下落 查理老师必须跟你们一起去找 不行 真神秘密行动 这是我的条件 如果查理老师不在场 我也不会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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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一旦抓到藏头盖骨的人 审问他的时候 我必须在场 我要知道 杀害我父亲的人是谁 好 你放心 如果找到头盖骨 我会安全地送回中美医院 你父亲会为你骄傲的 可以开始了 可以开始了 铁头 是我 是你害了我 没想到 咱俩还可以在阴间相见 现在就告诉我 那头盖骨在哪儿 头盖骨到底在哪儿 你妈妈说过 你不能骗我 快告诉我 好 铁头盖骨 我没有骗你 头盖骨在哪儿 这 这一次 铁 铁铭呢 我真的 我也骗你 你 查理邪政 我们可以走了 好 云响 我们去了 谷底 是 记云寺 是 大小姐 怎么样 找赵大哥了吗 没有 针基队和家里都没有 没有 这样的话 那咱们自己干吧 玉洁 既然云翔不让我们救 一定有他的道理 要是我们去了 救不了他 反而给他添麻烦不是 我不管什么道理 那也不能这样干等着呀 明天 明天吧 如果明天 云翔没有被放出来 我批死 要和你一块儿去 这组组墓 把云翔安排在特户局 现在呢 没有其他入口 只有从这儿走 但是这个地方呢 安排了大量的特户 和险兵 加起来大概有十五六个人 现在就凭你跟我 根本无法救出云险 那你能进去吗 没有左左牧的命令 任何人都无法进去 我也一样 我们现在救他 等于送死 我必须得去 我呢 先回趟局里摸摸情况 我们要既能把人救出来 还不能伤了自己 你放心吧 你就负责特户区外的卫生 千万不要进去 好 特户区有专门负责 好 那里有个重要的发言 哦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谢谢你给我这份工作 好 去吧 我让你去找刘云翔 你却救了他 现在好了 铁都活着 刘云翔也活着 他们俩随时都可能把你供出来 我的计划全跑了 你说 怎么办 放心 我会将功赎罪的 哪方 让我跟他一起去救云翔 我可以趁这个机会 把他们都给干掉 需要我给你排人手吗 不用 那样的话 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医生吩咐让我给你打一针证定剂 让你好好睡一觉 真是倒霉啊 非得让我打扫特户去 我见识小儿玩儿躲就多岁 别说了 你以为我打扫特户去 就你一个人啊 我跟你说 每天就算多给我十个铜板 我都不想去 你以为呢 我见着那些小日本儿 腿也哆嗦 谁不是呢 二队 刚才听你说 到特户区去打扫卫生 还多给十个铜板呢 是啊 怎么了 因为你要不想去 我去 你新来的吧 对 我最近想多赚点钱 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吃饭去 那行 你去吧 这钱我给 这样啊 你一个人去 钱都给你 行吧 谢谢 这个给你 拿着 给小日本看 好 谢谢 谢谢啊 走走走 走 好 你 进去吧 站住 干什么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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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扫卫生 赶紧擦干净 那我要是进去了 会把病人吵醒吧 他已经打了震惊剂了 就算天塌下来 他也醒不了了 赶紧进去擦 对不起 对不起 那我一身属命这真是 对不起 去去去 美芳 特务区门口呢 有两个宪兵把手 我估计啊 刘云祥的门口也会有特务 你呢 负责把特务跟宪兵引开 趁乱出去 在外面等我 在外面等我 不行 我必须要想办法先进到刘云祥的房间 等会儿找起来 我就把他推出来 我们一起带他走 不行 这么做踩不一下 必须这么做 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球尽在那儿 等我出去以后 你过一会儿就点火 好 一定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 等火点起来 你马上出来 好 赶紧走吧 等你 走 什么呢 开灯 我要给他打针 上午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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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进去 我男人飞里边呢 远翔 远翔 快走 远翔 远翔 后退 后退 哥 你说什么 远翔死了 你看见了 是 是你竟然看见的 不可能 远翔根本就不可能死 我不相信你 我得去 我得去看看去 我对不起你 我更对不起远翔 他 是我真的尽力 老天无言的 死的怎么不是我呀 没方回忆起与刘云翔的爱情经历 他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救出刘云翔 现在他终于相信了刘云翔是无辜的 可是一切都完了 你后悔自己的事情 别忘了 你得过多久 你不懂的 你会不会走 你会不会走 你才会不会走 你会不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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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哥 你的仇已经报了 你真的可以瞑目了 你这是干什么 结婚 人都死了 结什么魂 玉琴非要这样 我也拦不住 只能打电话叫你们来了 刘云祥活着的时候 我没做成他的媳妇 他现在死了 我还是要做他的媳妇 走了 别闹了 你这样让咱们家老爷子知道了 还不得给气死 这家里已经出了这么多事了 行了 赶紧把衣服换 谁胡闹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不是刘云祥家的人 死也是刘云祥家的鬼 如果你是我大哥的话 我求你帮我办件事 去日本人哪儿 把刘云祥的尸首给我要回来 玉琴姐 你不能这样 我怎么不能 我告诉你们 别拦着我 好 大哥 你不帮我是不是 那我就自己去把我男人的尸首找回来 跟他澄清 我实话告诉你 云祥这次回来 就是准备跟你退婚的 你胡说 人家就没想娶你 好 玉琴姐 玉琴姐 薛叔 咱们想办法去召回医院 把云祥的尸体弄回来等 好 等我回来 赶紧走 玉琴姐 铁头 是铁头 是我把他 换到你房间里 他现在已经死了 铁头死了吗 他已经脑死完了 不可能再醒了 把两人的房间调换一下 把两人的房间调换一下 咱们的人仍然留下 铁头骗了你 头盖姑姑 他仍然没有抓到 空明和尚也被杀了 他是最有应得 我现在是你的犯人吗 当然不是 那好 我想转到中美医院 继续接受治疗 可以 你们说的 昨天晚上被杀的人 就在这儿 这不是我要找的人 这 这不是云祥啊 就是他 昨天晚上有人闯进来 用刀片割断了他的动脉 昨天左总部机关长送来的人呢 今天已经被转到中美医院了 云祥 还活着 他还活着 云祥 你安心在这儿养伤吧 这里是特别兵房 除了医院的人 现在人都进不来 外面还会有保安守着 谢谢 查理老师 请你给我家薛叔打个电话 让他给我送点需要的东西 好吧 比秘书会办好的 喂 喂 是刘云祥家吗 是 我是中美医院 请问他的管家在吗 他不在 你有什么事吗 请你转告他 刘云祥现在在中美医院 特护病房 让他拿一些换洗的衣服 是 什么 你说刘云祥在 在中美医院 王大长 快快快快 王大长 王大长 又是 快 好了 走啊 快快快 掌柜的 掌柜的 人我们抓到了 掌柜的 说 把刘云翔怎么了 刘云翔 就是我杀的 我的仇已经报了 你们想怎么着 随便 我照亮 住嘴 照亮死我 我让你嘴硬 你们就算杀了我 割了我 我还是那句话 刘云翔 该杀 我让你抢命 掌柜的 咱 咱不生气 咱不跟他废话 你小子是认了吧 是吧 咱现在 就把他拉到城外 红白了他 等薛叔他们把刘少爷的尸首找回来 让他配搭 等等 等薛叔 把云翔带回来之后 用他的人头 去祭奠云翔 现在 给我押到地下室 关起来 快点 起来 走 走 走 好 我明白 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办 达领 请你通知一下X光师 我一会儿想亲自给刘云翔做一个检查 让他们准备好吧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慢点 我去桌子 dropped 上 kalau 她不给他 着迷你 前发 我知道 你 在 die 视频 屁 这个 专门 本 美风 云香 我要带你走 接受审查 外面都是特务 能带我走吗 这是我的任务 我也有我的任务 就是要保护头盖骨的安全 在没有找到头盖骨之前 我绝对不能离开 美风 相信我 我刘云香 绝对不是出卖同志的那种人 如果我是那样 你还能安全地站在这儿吗 我相信组织是不会冤枉你的 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接受组织的审查 我已经知道头盖骨的下落 我让你帮我一起找到头盖骨 然后 我有你处置 美风 给我一次机会 就当是给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好吗 那你说吧 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你的管家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 千万不要客气 谢谢 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好好休息休息 不想别人打扰 可以吗 好的 那你先休息吧 等一下 查理院长会来带你去做X光透视 嗯 美风 偷盖骨在王思义手里 王思义 是 是真机队长王思义吗 怎么 你跟他认识 嗯 认识 他说他喜欢我 医院门口 胡同的三个口 还有下面的小吃摊 和咱们这里都是坚实点 可是刘云祥在特护病房 我们的人无法接近 只能赶快在头大合作 这样的坚实 无法逃过特工的严谨 必须重新想办法 把我们的人安置到特护病房 可是怎么安排啊 让我们的人留在里面 切断刘云祥和外界的联系 然后让他们全部撤出来 嗯 刘云祥 我觉得刘云祥不可能知道 头盖骨的下落 咱们这么监视他 有用吗 我的直觉告诉我 刘云祥一定知道头盖骨在哪 只是没有时间去拿啊 有什么事吗 院长找你有急事 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好 院下你不要着急 X光检查很快就会有结果 小云 你回去吧 待会儿我自己带她到病房 来 你快走 找火啊 快走 找火啊 靠 快走啊 找火啊 快走啊 找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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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给撑走 把谁放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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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我们快走 看得 방법是一种 上外面急修车 你开车 好 是什么 刘云翔不见了吗 是 后院的门被转开了 他们开着急修车跑了 给我全程搜 一定要找到刘云翔 云翔是我兄弟 给我个面子 给他放了 以后共产党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一定会帮忙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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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站住 谁都不能进去 你凶什么凶啊 我告诉你啊 我丈夫在里面呢 你让我进去 不行 这里戒严了 谁都不能进去 你 先等等 先等等 别硬闯这些日本人惹不得 快走走走 来 啊 啊 余翔 别胡来啊 刘云翔 你用本事就杀我 闭嘴 有刀炸我 我放了 你去我家抓我 我也放了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嗯 余翔 别太冲动 有话好好说 他有的命 他不会的 余翔 我求你了 你给他放吧 余翔 就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 你就给他放了吧 我们现在下车 我马上带你离开北平 你为什么那么护着他 因为 我喜欢他 王思义 既然是这样 放他可以 把头盖骨给我吧 我没有拿头盖骨 你拿了 铁头临死告诉你 他没有骗我 头盖骨在空鸣河上呢 那 你不会杀了他吧 你不给我头盖骨 我现在就杀了他 你杀 反正你也杀过共产党 我再我再杀我一个 你别逼我 你以为我不敢吗 好好好 我现在就给你拿 我现在就拿 照我说的做 先把我带出去 然后再拿一起演出戏 给王思义看 或许 他会交出头盖骨 可是我得先请示上级 如果你非得请示上级 上级还是不要你 把我带回去审查 那我只能自己一个人 去找王思义 可你这样做很危险 没法 比这危险的我也做不够 我一定要找到 杀害我们爹 和高明远的凶手 找到头盖骨 完成这一切 我认你出尘 我认你出尘 好 你们等着 我现在就去拿头盖骨 拿到头盖骨 我就放过他 如果他不是军统特务 最后 绝不放弃 为了希望王思义 他没有棋票 我只没想到 高大哥能用生命来救我 他舍弃生命 给了我一次身边的机会 就从高大哥用生命保护了你 你也应该跟我走 那我就不能为我父亲 还有高大哥报仇了 云翔 不管王思义是不是军统特务 是不是他杀了高大哥 这件事情应该由组织来调查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王思义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他来了 你不能再瞒干了 你听我说 如果王思义 正把头盖骨拿来 你把头盖骨带走 交给组织 王思义留给我 我还是那句话 长不到凶手 我绝不罢休 这边 下招 走 在那边 快快快快 快快 我演过你 你想想 去跟王思义要调盖骨 交给组织 为你开工资 不行 我要跟你一起走 那谁都走不了了 走啊 走啊 走吧 走啊 没想到吧 我告诉你 你小子命不好 知道吗 刘云翔没死 可是你啊 还得死啊 知道为什么吗 谁让你小子找我们找个的麻烦 算我倒霉 能给口酒喝 给个烟绸吗 做梦啊你 你小子真不够爷们 这死刑犯上刑场之前 不得给口好的吃 给口好酒喝吗 我告诉你啊 要不然 我做鬼也放不了你 行 哎呀 有种 想喝啊 喝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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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快溜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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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祥是苦肉级的目的 就是要证明铁头没有输假话 偷盖过被盗事件 应该就是军统一手策划的 这个刘云祥还真是有两下子 季大哥 那刘云祥是不是可以不抓了 上级还没有撤销对刘云祥的抓捕命令 可是我觉得 一个能牺牲自己生命去完成任务的人 是不可能杀害自己的通知的 当然 这一切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 我会把我自己的意见汇报给上级 争取能够查清云祥在上海的问题 谢谢你 要把这出戏继续演下去 设法搞清楚王思义到底是不是拿到了头盖骨 放心 我一定会把这场戏养好 刘云祥 快有事吧 给查理老师打电话 告诉他我在这儿 让他赶紧给周杜云祥打电话 好的 金管长 急救车找到了 哪里可以讲的 没有 车里一个人都没有 去中央医院 我是 谢谢你 我们马上到 查理电话 说了云祥在打架 什么 什么 请进 刘云祥已经睡了 我给他吃了安定 如果你还需要询问他 我把他叫醒 不 你是何时将他转移到你家的 就在刚才 刘云祥留在中美医院 真是太危险了 我担心他们的目的是要杀了他 所以把他转移到这儿来了 我们去看看他 好 请 刘云祥 美芳 我向天发誓 我从来没有拿过什么偷盖骨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跟着你的 把他太厉害了